二百四十八页 二百四十八页这个善财童子 他渐渐的回到哪里呢 到这个佳皮罗城 佳皮罗城就是这个佛陀的故乡 好那这个里面呢 有一尊有一个神 叫做无忧德神来迎接善财 就是快要到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神带着大众来迎接善财 二百四十九页 迎接的时候就赞叹啊 说仁者啊你修这个法门 实在非常非常殊胜 所以只有王才有办法 就是得到大众的迎接有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呢 法云帝呢代表这个善财童子 他的角色呢已经要功德圆满了 所以现在神呢就亲自出来迎接他 那二百五十页 二百五十页的倒数第三行 他就讲说 诶这个神就说 你不久当成无上果了 那圣财童子说 圣者如相所说愿我皆得 你前面赞叹我的这些殊胜的功德呢 我都希望我可以圆满 圣者我愿一切众生 喜诸热闹离诸恶业 生诸安乐修诸尽行 二百五十一页 他就圣财童子就跟这个神讲 他说如果我看到众生有起了烦恼心 那就好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 是不是 所以呢我就会希望能够赶快成就我的道业 来广度一些众生 好那再来呢 二百五十一页的最后一行他讲 他说菩萨为什么会这么祈求自己赶快成就呢 他说其实不是为了要自己 好不是为了自己 不自为故而求一切智 不贪生死诸欲快乐 不随想导见导心导诸结随眠爱见利转 不起众生种种乐想 亦不畏酌诸禅定乐非有障碍 体验退转助于生死 就是当我今天来修行是为了自己的快乐 我们最多就是不要玩了 是不是我不玩了是不是 那我这个修行修到很障碍 我如果当初呢 为了快乐而来修行 我修行当中产生的不快乐 就会阻碍我继续修行 好因为我们就会想 招谁惹谁有没有 是不是我是为了快乐而来修行的 那我现在修行不快乐了 所以我就会不修行了 他会成为我们驻 退道的一个因缘 所以他在讲 如果你今天呢 我们想修行的时候是为了自己 不想修行也是因为自己的关系 就很容易会放弃 那所以这个叫做想导 就是你就自己想的嘛 是所以有的人说师父 我觉得我可能想要来跟你出家 我说那你的那个想也有可能会不想 不想对不对 所以不是想或不想的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呢想导见导心导 我们有太多太多的跌倒自己都没有发现 所以刚开始的修行很开心啊 每天每天都觉得好像在跟佛陀呢 这个一见如故 每天都喜欢用功 然后慢慢慢慢久了 为什么会厌倦 这下面就讲 他说 随免爱见利转 是不是 好 不起众生种种乐想 亦不畏酌诸禅定乐 非有障碍匹厌退转 助于生死 所以你看 我们有时候呢就是厌烦了 诵经也不过就如此嘛 布施也就这样啊 法会每次都差不多啊 是不是 第一天很新鲜 到了第十次呢 到了第一百次呢 就是刚刚度众生了 度度度 是不是 刚皈依的时候 感动到不行 我怎么竟然皈依了 喔我是佛弟子了 有没有 好 请教我法什么 是不是 那等到呢 唉 这个第十次 人家会说 你要不要皈依 我已经皈依太多次了 不用再皈依 就会有这个问题了 我们有没有像初初见到佛法 初初听闻到佛法 初初见到佛一样的 哇 感动 在无始生死当中 无量的流转当中 找到一线曙光 那等到我们每天都在晒太阳 就是还嫌太阳太热 有没有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修行 不能成就的原因 因为你永远都只有想到你自己 那怎么办呢 菩萨呢 但见众生于诸有中 聚受无量种种诸苦 起大背心 以大愿力而普摄去 就是我们的用功不是为了自己啦 就是能够利益大众哦 所以刚刚呢我们有一个居士呢 他说 他说我这个拿到了一套华言经 我从第一个字念到最后一个字念完了 那念完了 我就说赶快赶快加入我们的群组 不用不用不用加入群组 那有时候我们会以为 加入群组就是一个 好像绑契约 好像被人家归到某一个团哦 其实不是 是不是为什么加入群组 因为在群组里面我们有一个功德回向 哦 我们不是只为自己一个人用功 我们还可以回向给一切众生 不是只有回向给自己的家人 还有回向给我们累生累劫以来的家人 你只是不认识他的 是不是这一生没有在你身边 不表示我们多生累劫来 没有这个姻缘 是不是 所以我们希望呢愿出世界长安影啊 那不认识的可能未来会认识 有没有我们在三十年前我们也不认识啊 二十年前我们也不认识啊 是不是 那甚至于一年前也不认识 甚至于昨天之前我们都不认识 但是现在已经开始认识了 这就是一个姻缘的一种不可思议 所以当我们今天有这样子的心的时候 哎呀我们自己用功哦 他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 你会更长久 是不是 所以他这个地方讲看到一家众生 还有一个众生还在受苦 你这个修行就不能够停止 你的用功就不能够停止 好所以呢聚受无量种种诸苦 是不是 所以那个时候那个丽华呢帮妈妈 妈妈在安养院的时候 他就代替妈妈送华严经 是不是 妈妈现在已经圆满的往生了 他还继续在代替他 是不是这样 那你可以说妈妈都往生了 何必再代替他送 也是需要啊 好是不是 你看这怎么有这么好的 这么好的妈妈生到一个孩子 就帮他念这样 是不是 所以刚刚有人问说 哎呦我的妈妈呢 哎不认识字耶 他也能念吗 可以 你可以帮他念 认识字的帮不认识字的念啊 是不是 所以这个很殊胜啊 所以我们看到一切众生的 每一个众生都需要 殊胜的一种心理状态 那如果他不受苦的时候呢 他就有那个慈悲心 会现前快乐的心 所以以大愿力而普摄取 悲愿力故修菩萨行 为断一切众生烦恼 为求如来一切致志 为供养一切诸佛如来 为严禁一切广大国土 为静置一切众生 要欲集其所有身心诸行 于生死中无有辟焉 所以到这个阶段呢 圣财同志他的心已经是不一样的 他前面就是学 我要我想要行菩萨道 那我要怎么学 他就会问这个问题嘛 现在呢他已经要到圆满了 所以他知道原来菩萨的发心 什么叫发菩提心 他就是所有的一切发心 就是为了要让一切众生得度 那他就行了这个菩萨行 好二百五十三页 圣者菩萨摩赫萨于诸众生而为庄严 令生仁天富贵乐故 为父母为其安利菩提心故 为养育令其成就菩萨道故 为为为护令其远离三恶道故 所以他说什么 所以菩萨摩赫萨呢 他跟众生的关系是什么 可能菩萨是他的众生的妈妈爸爸 菩萨是众生的什么 这个养育者 我们有生的 有养的 是不是 那养众生养什么 养他的菩萨心 养他的菩萨心 所以这个地方呢 这个菩萨的角色呢 在这边就是 其实他就是我们在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 有很多人在你的身边 他在成就你的菩萨心 可是他有他不同的角色 还有他不同的身份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因缘 所以当我们知道呢 我们身边都是菩萨 我们也是别人的菩萨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其实就在成就自立根地他的功德 254页的第三行 圣者菩萨如事修诸行时 令一切众生皆甚爱要 俱足法乐 好 而时尚才童子将生法堂 他就生法堂了 要做什么 他进入这个法堂呢 要找谁呢 要找那个谁 瞿波女对不对 要找瞿波女 256页 这无忧德神呢 他就知道这个菩萨 他是善才童子真的发菩萨心 所以无忧德神就赞叹他 在升堂的时候呢 就一直不断地去赞叹 而时善才童子入普宪法界 光明讲堂 周遍推求彼世世女 257页 结果这个瞿波女在做什么呢 他在说法 他在法堂里面 坐在狮子座上说法 狮子座上说法 然后在258页 瞿波女 他说 他见到瞿波女 他说我发菩萨心了 那请瞿波女 请这个大德能够为他开示 好 259页 259页 菩波女呢 就讲 善男子如今能问 菩萨摩赫萨如是行法 修习普贤诸恨愿 能如是问 是不简单的 那菩萨要成就什么 成就实法 则能圆满 因陀罗网 普至光明菩萨之恨 所以这个地方叫因陀罗网 有没有 这因陀罗网是什么 就是泛网 泛网就是发光的这个网 光光相障 互相交织 所以整个世界全部都是这个网 然后我们现在有internet 有没有 所以这个有一个居士啊 他就发起了一个网络公司 说要帮所有的那个道场做网页 他就叫做因陀罗网这样 A很不错 叫internet 这个翻译也是刚刚好 所以很好很发心 那然后呢 A他说这个因陀罗网 就是大家的智慧全部串联 串联在一起 好那菩萨呢 要怎么样能够把智慧跟智慧串联 我们现在也在做这个智慧串联的事情 他说第一个 所以其实第一个就是有善知识 那我们互相是善知识 有同行善知识 有这个护持我们的善知识 然后有带领我们的善知识 有依止的善知识 好然后呢 我们又一起在佛陀的坐下听法 我们现在是宋华严经 其实就是佛陀在教我们 好学法 那这个智慧呢 就会在诵念的过程 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就会开闲 就会开闲 好那二百六十页呢 若菩萨成就此法 则能圆满因陀螺网 普至光明菩萨行 好那这个是 徐波女他就教 这十种方法就是送习 多闻嘛 好学习佛法 好二百六十一页 若菩萨清净善知识则能静静不退 好修习出身无尽佛法 所以到这个地方还在讲善知识很重要 所以他已经到法云地喔 他还在讲善知识的重要 有没有 文书菩萨一开始呢 请善财童子去参访什么 就参访善知识 好到最后呢 他还在讲善知识很重要 那什么人是我们的善知识 我们会不会是别人的善知识 所以我们要常常去 家去观察这件事情 是不是 有智慧的人 他处理事情 或者是他来帮助我们的时候 他就会有不一样的这种展现 那我们自己呢 在学习佛法的过程 也要常常有善知识 在互相成就 所以若菩萨清净善知识 则能静静不退 但是我们这个路走不下去的时候呢 善知识会叫我们怎样 好继续走喔 那个是恶知识 好是不是 我们这一次带了几个 我们的几个法师跟两个老太太 我们的会长其实七十几岁了 然后我就没有考虑到他的年纪 然后我们就是去那个行走 其实还蛮辛苦的 就自由行自己走很远 然后呢我们的那个法印就走到半路突然说 已经一万步了 我就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我就想这是什么 好棒喔一万步了 很棒喔 我说师父我今天的运动量够了 可是我们才走一半 所以呢等到呢回到那个hotel的时候 已经超过两万步了 然后每天每天喔 我说明天会好一点喔 明天行程没那么多喔 结果每天都两万步喔 所以我们才去四天喔 就也是走了一八万步喔 然后这两个老太太竟然完全一点 一点一点那个抱怨都不能不敢讲 都不敢讲 那个这个三知识这件事情喔 是很有趣的就是 我们其实没有考虑到 会累这件事情喔 就是我们要把事情做完喔 那会累吗 还没做完就不能累 好是不是 还没做完就不能累喔 那问题是 我们常常是因为累就不做了 对不对 好那当我们不要做的时候 我们就不敢讲 我们是因为累 所以我们会找很多的原因 来让我们不要做 好就是那个皮厌啦 皮厌 其实是我们自己皮厌的 所以我们就会说 啊那个人很很坏 我们不值得度他 啊这件事情呢 那么多人都阻碍我们 表示呢啊这个困难很多啦 好再来呢 我们就就会遇到很多的主呢 会来告诉你说 哎你真的是什么 不用继续下去 那当你不能坚持的时候 谁会是让你继续坚持那一个 那个就是你的善知识 所以有时候呢 我们其实不一定会碰到 有人鼓励我们 其实我们最大的善知识 是我们自己 我们常常会在进退两难 到底要做不要做 要做不要做当中 会在那边考虑很多 其实考虑这么多 最后还是要做的话 那考虑的那个时间是不是浪费 应该要把时间拿来想怎么做 而不是来想要不要继续做 是不是 好 所以善知识的功能呢 他讲什么 他就是来告诉我们 第一个 亲近善知识能精进不退 就是不退这件事情呢 是很需要有刚刚好有一个天使地利人和 让我们坚持 我们来找很多很多理由来支持我们继续下去 好 否则呢 我们不继续下去 多好的法都没有用 那个方法都用 都拍不上用场的 好 所以所有的十波罗蜜里面呢 其实就是坚持很重要 智慧不够 顶多就是做久一点这样 有没有 就是慢功出息 我做很久 然后效果不太好 但是呢 不精进的话呢没有没有办法成就 什么都没有办法成就 懈怠不会成佛 没有不小心成佛 是不是 懈怠一定不可能成佛 但是呢只要精进的话 什么方法 什么法门都有人成就 好 所以其实很多人 他其实不知道说 啊这个 欸 其实什么方法都可以成就 所以他不知道这个道理 他只有 会一直去找最好的方法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最好的方法 所以有的人就会说 师父我跟你说 有一种咒 那个大悲咒 你这样子一天念一百遍 一百零八遍 这样子太慢了 有一种咒一念下去 大悲咒会变成千万遍 他说有一种咒是 真的有一种咒是这样 他说那个是念千万遍 那我们就念那个咒就好了 大悲咒就可以一百遍变千万遍 那华严经呢就是念完一遍华严经之后 就念那个咒 然后华严经就可以回报一百遍 是不是这样 可以吗 可以啊你可以回报啊 你随便回报都可以 这个都可以啊 那事实上 但是事实上你一步一步 一个字一个字念 你第一次把它呈上一百遍 那个感觉是不是不一样 好 你可以报啊 随便你报 反正也没有人在抓 你是不是忘报嘛 是不是 但是事实上呢 其实我们去想说 哎我们做的很多事情 如果不够纯粹的话 你做一遍是散乱 做一百遍也是散乱 做一千万遍还是散乱 那何必就是去算那个数字 是不是 所以其实我们在讲 好很多人想要找捷径 但是成佛这件事情的捷径是什么 你这么快跑到终点 然后呢 你要不要去访问一下那个佛 你这么快跑到终点 那请问佛你在休息吗 有没有 其实我们在想 那成佛之后做什么 成佛之后没事干的吗 不是 成佛之后 其实佛陀他还是在做这些事情 有没有 那而且你看观世音菩萨叫正法名如来 他早就是佛的 他为什么还要变成菩萨从零开始做呢 这表示成佛这件事情呢 是你初初开始初发心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什么 他是一个无止境的状态 不生不灭的状态 所以没有开始没有终点 那你何必要在这个量上面去说 这样子比较多 或这样比较快 所以其实这个叫纯一无杂的概念就是这样 所以一级一切一切级一的概念其实就是这样 就是当我们的心到经的时候啊 他其实就是没有前没有后 始终如一 始终如一 那始终如一呢 其实你在凡夫心是一 到成佛的心也是一 心跟佛是没有差别的 好这时候呢你就不用去管说哎呀我是初学佛 还是我是曼学佛 其实初学佛有初学佛要面临的功课 因为你对佛法都没有信心 所以你要养成你的信心 学佛学很久的也会有一个功课 就是很多事情开始厌倦 那个毕宴心开始 很多人说学佛三年 学佛十年什么佛在天边 我想说你这如果跟佛陀比起来 无量节以来你才十年 你哪有算老餐啊 是不是也才刚刚开始 有没有是不是 那有很多人的那个毕宴的 那个周期更短 可能一年他就人就不知道去哪里 他觉得啊好无聊了 有没有就是就是那个那个体验这件事情呢 其实只是我们的懈怠的习气在作祟 好那当我们真正的发起那个精进的时候呢 哎呀你会发现你每个阶段 都有每个阶段 会让你继续走下去的因缘 那个因缘就是你的善知识 好所以所以呢说菩萨呢 那十种法 他就会有这个善知识的一个因缘 让我们精进不退 因为修习出身无尽佛法 尽就是没有结束的 没有结束的 好那佛子菩萨以十种法 成事善知识 那十种第一个 于至生命无所顾惜 所以前几天把那个 那几个老太太拖的老命 也没有在管的 为什么他就是要护法嘛 他这次出来就是要护法的 所以师父你要去哪里 我们就是挺到底这样 也不敢讲 回去再泡脚就好了 所以这个真的一致生命 我就看到原来这个团长很重要 如果他是跟着旅行团 那个导游一定被他骂到臭头 但是因为这次团长是师父 他一句都不敢坑 那无所顾惜 诶这个这件事情是好事 那表示呢我们如果选走对方向 走菩萨行这件事情 大家在累的时候呢 会因为不敢 因为这个师父他还在坐 所以以前我们在脑上的坐下 休息 我们都很惭愧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到半夜了 好累喔 那师父都还没回来 是不是 最忙最累的就是这个老人家 所以一个师父在前面冲 我们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不够精进 没有加班费也不会怎么样 也不需要去客宿这样 有没有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典范 就看到善知识的这种发心 那我们自己呢 当然就会觉得自己不算什么 算不了什么 好 于是乐趣心不贪求 就是你这个世间的快乐 你已经越来越没有觉得需要了 好 所以呢 当我们说要去逛逛啦 要买什么 要逛什么 不知道去逛什么 去买什么 也没什么东西要买了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你说现在快过年了 过年是不是要办年货 那你去看有什么好办的 其实也不知道要吃什么啦 是不是 所以过年期间呢 最好就是跟着我们去乐山闭关 我们要去那个打坐 打坐的时间呢 什么都不用准备 就只有日中一时是不是 然后呢就在用功精进闭关 要不然你过年呢 就是这次喝喝而已嘛 大家看一看哪个红包 然后后面呢就没有事 然后就又过年的电视又特别无聊 是不是 然后要不然就出国旅游 人几人啊 因为你要出国 人家也要出国 所以这很无聊 最好的方式 就是赶快来报名我们的闭关 我们只有给出家师傅 但是如果呢 你真的过年期间 你就不想要这些应酬 你愿意来我们那个山上闭关 我们开放几个名额 赶快来报名 还不会被家人追杀的都可以来 是不是这样 那个在很多人在那边投笑 其实你们 我都知道你们不会报名 所以就开放很多名额 这个是虚的 是不是 其实就每天每年都诱惑你们 让你们知道有多惨 那一致生命无所顾惜 于是乐聚心不贪穷 知一切法性皆平等 就是到这个地方呢 你就会知道 世间出世间 其实都是一如的 精进的这个状态呢 其实是什么 就是你的心到了平等法界 那你在所有的众生的面前呢 你的心对所有的人 其实是要平等 所以我们快要过年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要赶快练习平等心 否则你就在世间 你就其实迎来送往 有一个居士呢 他说他每次到过年 就开始起烦恼 有没有 为什么 又是这一些婆婆妈妈们的事情 然后又都是这些亲戚 他当然就是很难得 当然有人是很欢喜的 那很期待的 有人呢 也因为这么多的人的聚会 心里面很烦恼的 那不管是欢喜还是烦恼 都是要过年啊 所以怎么办 所以赶快把黄恩经念一念 念让自己的心保持平静 去面对所有的这些迎来送往 那你就会过一个很好的年 所以知一切法 信皆平等 所以有的人呢 学佛学的很喜欢清静 就很烦恼这些 这请世故 有的人呢 真是心里面没有依靠 他就是 就是期待这些 所有的聚会 所以 知一切法 信皆平等 要叫他平等 永不退舍一切志愿 观察一切法界实相 心狠舍离 一切有海 知法如空 心无所依 成就一切菩萨大愿 常能视现一切岔海 尽修菩萨 无碍之轮 所以呢 原来呢 这个供养善知识 你说你听到善知识 那听到善知识怎样 哦这是我的善知识 我赶快买一些东西给他吃 是不是 然后呢 带他去玩 然后呢 哦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用 用这个方法来供养善知识 不是 什么叫做 大家念完了之后 知不知道大家怎么样供养善知识 怎样可以让 你说啊师父 过年快到了 我是不是要对你 有一些表示 我说很好 那真正 我们要报佛恩 我们对佛陀 对感谢嘛 佛陀是我们的善知识 那你要怎样才能够报佛恩 佛陀怎样才会最开心 好 是不是 所以这边就在讲 教我们怎么样来成事善知识 原来呢 要弃悟空心 原来呢 自己的智慧 要现前 原来我们要舍离这些 所有的熟念 原来我们要慈悲的对待一切的众生 这就是报佛恩 原来不是你说啊我把最好吃的通通给佛吃 不是 好有没有 好原来就是要最精进用功 所以你看我们是不是 要过年前 我们就是精进用功 好报佛恩 我们要春夏秋冬现在是冬天啊 东安居啊要过年了啊 要除非来年明年的资粮啊 是不是 要拿什么来供养我们最爱的三宝呢 那就是精进用功 所以东安居的时候就要特别精进用功 那过去的一年如果不够用功 那现在赶快补啊 好那过去的一年你如果觉得 嗯还蛮用功的 那现在可以再更加加码用功是不是 好为什么要过年了 我们储备粮食如果储备的够的话 还可以怎样 还可以分给你看分给别人有没有 要不然你看家里面有几个在用功 还不是派代表 是不是我们都很孤独耶 就是整个家就只有一个人在用功 那不像树林家已经有三个人 四个人在诵经的呢 好好喔有没有 可是进度还是很慢啊 年轻人不能逼呢 你跟他多逼一点 他说我又没有要这样 好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他们的进度是很牛步的 还要看心情的喔 所以还是一个人很用功 其他还是不够对不对 那除非呢 这个整家都是在那边拼金 那只有什么 只有我们华严法会才会看到这种 奇怪的这个元道大家族 是不是 大家就在那边拼了喔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意愿 当我们用功的这个资粮非常非常足够的时候 而且还有多 你是不是可以分给很多人 是不是 我们要多用功一点 分给自己的家人 要不然都不够用 自己都不够用 你看怎么办 你说师父 你叫那个家人 你叫我先生 叫我孩子用功 嗯 你都叫不动还叫我 你是 自己都叫不动 你都嫁给他一辈子的 你还叫不动他 你看 是不是 是不是 做牛做马的 结果还是叫不动 所以呢 你看 因缘这么深的都叫不动 你说 叫我孩子 哎 孩子是你深的 你自己都叫不动还叫师父 他说你是哪位啊 是不是这样 真的 所以他这边 这边又讲说 叫我们要 真正的在法上 要精进 真正的精进 将此身心奉承畅 事则名为报佛恩 好 所以原来是如此 所以当我们呢 自己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你觉得很累啊 很苦啊 诵经觉得很累很苦 你就想 哇 我这样子诵经 我可以来供养一切众生 然后就可以报答佛恩 你就会觉得 再怎么辛苦 你都可以忍耐下去 可以继续拼命下去了 继续用功下去 继续忍耐 啊不要忍耐啦 因为娑婆世界的人 就是忍耐有没有 再忍耐下去 你还是会在娑婆世界 要升级对不对 就觉得很欢喜 所以因以此法 成事以切诸善之事 无所为逆 好 那这个曲波女呢 她就是做什么 法云地的功能呢 就是供养一切众生 让佛法就像云一样 可以供养一切众生 好来二百六十五页 这个释迦渠波 他就说 我成就什么 观察一切菩萨三昧海解脱门 那这个三昧海解脱门是什么 其实就是所有的众生啊 到跑到哪里去 有的呢 休息休到哪里 好 你都能够明白 那几几天我看那个清净道论 这个清净道论里面讲了一段 清净道论是难传的 在讲修禅定的 他就讲说我们在修禅定 修到后来会启发这个六神通 有没有 就是启发神通 第一个他心通 然后 就对这个他心通很有兴趣 因为我们在华严经里面也有讲到他心通 在宴会地的时候呢 菩萨就有神通 第一个神通就是先神足通 他可以到他方世界去度众生 然后接下来呢就有天眼通 就可以看到众生到哪里去 然后呢 就在看这个南传的六种神通 有没有跟我们不一样 就一看他就讲他心通呢 那一段呢其实就是华严经里面讲到的那一段 这个众生有烦恼 他如实之众生有烦恼 这个众生离烦恼 他如实之众生离烦恼 然后最神奇的是什么 这个他心通啊 这个他心智 是由天眼智而引发的 原来我们要天眼通 天眼通我们就是可以看到众生 死此生彼的原目标 是希望能够度他 而不是想要偷窥他的秘密 有没有 是不是我们以为天眼通就是 偷看到人家在上厕所 看到谁在偷钱这样 不是 其实菩萨的天眼通就是 哎呀这个人在诵经的时候呢 他的心里呢是光明的 所以他是清净心在念佛 他就能够知道他的心是什么状态 叫做他心通 然后他就继续讲 他说当我们有天眼通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众生的身上是有光的 这个人有烦恼 他的那个烦恼呢会让他的这个气是一片黑暗 就黑黑的 所以当他呢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有烦恼 他就是黑气 然后当他离烦恼的时候呢 他就是光明的 那当他这样子的去观察一个众生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有一些人是可以知道的 譬如说中医师看气色就知道 哦你现在是什么状态 有没有 所以其实叫气血气血 那我们自己在修行的过程 我们只是观察力不够清楚 否则如果你的家人喔 今天的心理状态不太好的时候 你其实也知道 哎你是不是心情不好 有没有 你是脸呢臭臭的 有没有 是不是脸的臭跟脸的香 是不是看得出来 是不是 但是只是有些人的心喔 藏的比较深 所以当菩萨呢 有这个他心通的时候呢 其实是因为他的智慧 能够观察入围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哎他是相通的喔 就是如实之 如实之 那这个三倍的境界呢 也是当一个人的智慧 到最圆满的时候呢 就可以观察到众生 死此生彼 在哪个地方 他要不要求处理 所以为什么呢 众生的心一动 菩萨就能够感应 有没有 众生心水限 菩萨引现中 有没有 所以菩萨的心 一起心动念 一念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怎样 应念得解脱 有没有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因为菩萨的智慧呢 他已经能够怎样 他说 入此解脱知此 娑婆世界佛刹 微诚数捷所有众生 于诸去中 死此生彼 作善作恶 受诸果报 有求出离的 有不求出离的 有没有 所以 你说有时候呢 刚开始我们刚出家都说 你为什么不出家 有没有 都会叫人家出家 现在都不会问了 因为一看就知道不会出家 是不是 所以我们每次呢 就是都说 诶 那个师父 你都叫利瓦出家 我说因为我一看 他就是不会出家的 蒙蒙啦 有没有 就是重重善根 有没有 师父会一直叫你出家的呢 你就是 都没有那个出离心给你 重重善根 让你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 重一个善根 说不定有一天 真的会 是不是这样 因为不求出离 有没有 不求出离 因为只有他 我敢这样讲 其他人下次就不来了 有求出离 有不求出离 有没有那个出离心 就是很明显啊 一看就知道啊 对不对 那镇定 协定 所以有人修禅定 有的人修的是协定 修定有的人修到贵贵的 有没有 这个神色不对 所以真正呢 一个这个禅修 要修禅定 真的要有什么 要有智慧的人 你才能够引导人去修禅定 为什么 因为禅定一修下去呢 一不小心走岔路很危险 所以在家里面 有的人说 哎为什么在家不能打坐 其实也不是不能打坐 就是你打坐静心 但是你如果真正要闭关的话呢 一定要有人护关 一定要有人教你怎么做 一定要有一个明眼的 能够看到你的状况不对劲的 让你出来 要不然有时候有一些境界 你出不来 所以有些人在家里面呢 很喜欢修一些法 这个法呢 很殊胜 的确也是 那他很殊胜 可是如果你真正的 要凭生死的话呢 真正要修这个禅定 顺身禅定 那一定要有这个善知识的引导 要有正确的一个知见 所以这个地方呢 菩萨呢 他说 我已经成就观察一切的境界 有镇定的 有邪定的 还有不定的 有烦恼的 有没有烦恼的 是不是 有烦恼善根 无烦恼善根 什么叫做有烦恼善根 什么叫无烦恼善根 这个有善根对不对 可是呢我们有没有人 很有善根 可是他还是有烦恼 一边起烦恼 像我们就是知道很典型 一边洗洗念 这个大家都不用功 这还是要用功 有没有 大家都不精进 他还是要精进 所以我们每年办法会都是这样 就是怎样 为什么要办这个法会 其实我们出家人 每天都在闭关 每天都在用功 哪需要办法会 办法会是办给谁的 其实办给大家的 是不是 大家没有空 对不对 平常很忙 所以呢我们那法会呢 才要办六日 有没有 六日呢 有的人就是不行 为什么 因为六日呢 就刚好是家庭日 要办六日就是刚好休息日 是不是 所以呢 平常叫做工作日 工作日又休息日 那到底哪一日要休息呢 就没有时间休息 所以我们每次每年办 就一边念 就是为了这些人办这个法会 办到我们是也很忙 可是呢该来的都没有要来 有没有 是不是 就是这些我们平常都很用功的呢 这不该来的早就已经在用功的 那早就在这边用功那何必呢 何必又办一个这个法会来用功 就是要给那个平常没有空用功的来用功 不是就这样吗 你看我们就这么抱怨了这么多年还是照办 是不是 为什么 因为总是呢都会捡到那一两个 真的在这个时候呢 救了他以命过了一关 逃了一劫这样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有烦恼 又有善根 一边度众生一边抱怨 哦这么难度 可是那不要度 还是要度有没有 所以一边用功一边转 一边用功一边转 修到最后呢 这个善根的就纯一清净 就是没有烦恼 所以呢这个就是具足善根 不具足善根 不善根所设善根 善根所设不善根 有没有 如是所及善不善法 我皆之见 所以有的人 你说他有善根吗 他对师父是很好 可是呢他人没有善根 他会怎样 会这个会干扰修行人 会执着 执着师父 有没有 所以有时候呢 他来这个地方呢 来道场是来护制佛法的 可是有时候他来道场 来制造烦恼的 有没有 这是有善根 可是呢他还是会怎样 会被他的那个邪见所牵动 那有的人很邪见 可是你说他没有善根嘛 他还是有一点善根的 对不对 所以有这个 这个大家其实就是缠在一起 夹缠在一起 但是你就要能够了解 什么人要用什么方法度 什么方法可以度到什么人 这个就是很难 不容易 所以这个 又彼节中所有诸佛名号次第我稀了之 彼佛世尊从出发心即已 方便求一切智 怎么样来求一切智 怎么样来修行 怎么样来成诊等正觉 怎么样度终身 我稀了之 所以这里叫做如实之 这里的智慧就是如实之 来268页 不只是佛的 菩萨的也是 独觉的也是 生闻的善根也都是 我都如实了之 好268页呢 此娑婆世界最后一行 此娑婆世界尽未来寄所有几海 辗转不断我皆了之 中国世界的这个整个世界 他会怎么演变 我都能够了解 好那再来271页 他在讲这个解脱门 能够如实之 然后到中间这里啊 他说我此解脱能知一切众生 心形能知一切众生的 杂染清净等等 这个我都能够明白啊 所以其实就是如实之 的一个功德智慧 好再来272页 赛财同志说 他说圣者请问啊 这个到底你是怎么样 修到这个法 你去哪里学来的 极久如嘛 好那现在全玻女 要讲他以前的故事了 他说我在这个往事呢 有一个世界叫做五位世界 好那有一个天下叫做安宁天下 这个八十个王臣中 有一个最高的最棒的王臣 叫做高胜数 这时候呢这个王呢 王的名字叫做财主 这个财主 财主王 这个王有六万个财女 五百个大臣 五百个王子 每一个王子都非常非常殊胜喔 好 273页 这个财主王的太子 叫做威德祖 这一个太子呢 是世界上没有人说他不庄严的 就最好看的 然后呢 你看他在形容他的这个庄严呢 其实就是佛陀的三十二相 他有四十尺 他有手足凭正 这个就是佛陀的三十二相 就下面这一段 好那这个太子呢 具有三十二相 所以他是佛 他是佛的相好 长得像佛 长得就是佛的相好 世界上最庄严的人 274页 这个威德祖太子啊 他出游 与十千财女 到襄牙园游关 太子适时呈庙宝居 坐在车上 大家通通知道太子出游 所以全部都来护士 全部都来围观 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庄严 的太子 所以太子出游了 275页 大家都围观啊 然后也有人供养啊 其中呢 有一个人啊 275页的最后一行 有一个人叫做善线 他是一个女人 他带了一个小朋友 童女叫巨竹妙德女 这个巨竹妙德女 就是巨竹妙德 她的颜容 她的声音 还有她的整个气质 非常非常的庄严 然后呢 她就看到这个 巨竹妙德女 她就看到了太子 看到了太子呢 276页 倒数第三行 心生爱然而白目焉 我心愿得尽视此人 若不遂情当自殒灭 她就跟她的妈妈讲 她说 我要嫁给她 我要嫁给太子 这个妈妈呢 说什么 她说你是谁呀 你怎么配得上太子 你是谁呀 是不是 陌生此念啊 这个人是王耶 是不是 三十二相 他是佛 他是王啊 那将来呢 他是会当王的啊 你怎么有可能 你是平民耶 你是平常的一个女孩子 一介女子 你凭什么想要去嫁给王呢 是不是 他的妈妈就这样讲喔 好 那这个女孩子呢 他怎么说 他说 我如果没有嫁给他 我就会死这样 你有没有 这女孩子呢 这个是爱上一个 不能不该爱的人怎么办 所以呢 277页啊 这个妈妈 他其实这样子教女孩子不好 对不对 这个妈妈说 我们这种卑贱的 但是因为在印度啊 那个年代 他们那种时代呢 其实就是种姓制度 所以呢 大家都觉得自己的身份 是不可以 不可以去搜求的 是不是 但是这个女孩子呢 他就是下定决心 下定决心呢 他一定要嫁给这个人 他要怎么办 他必须要提高他的福报 有没有 提高他的福报 这个太子 应该会看上他 对不对 好 是不是 好 那人家很聪明喔 他先去拜拜 他去见佛 来 277页的第三行 彼香牙圆侧有一道场 好 那这个叫法云光明道场 有一个如来叫做圣日参 他其实已经成佛七天 那这个童女呢 在睡眠当中的时候 梦到佛陀成佛 那佛陀成佛七天 竟然没有人知道 结果这个女孩子呢 第一个知道 有天上有人告诉她 她说佛陀成佛了 有一尊佛成佛了 你去见她 好 所以呢 这个妙德童女呢 她就梦到如来喔 梦到如来 闻佛功德齐心安隐 好 然后呢 她就 有一种殊胜的勇气 她去见太子 她去见太子耶 梦到佛 佛陀在梦中喔 加持她喔 她见到佛陀 然后智慧增长了 福报增长了 她就去见太子 去毛遂自见 妈妈你阻止我 不过没关系 我毛遂自见 自己跑去太子面前 她说什么 278页倒数第三行 我身最端正 明文辨识方 智慧无等伦 你如果相亲的时候这样讲 可能人家那也轟出去 说了自己包自己 自己包这个 这个善达诸功巧 自己这样包奖自己 但是因为她就是 实际上她就是有这样子的功德 她不是炫耀 然后呢 大家都喜欢我 偏偏我不会喜欢 我只喜欢你 是不是 我心不与彼而生少爱 遇无称亦无恨 无嫌亦无喜 淡发广大心 利益诸众生 我今见太子 聚诸功德相 齐心大心庆 诸根贤悦乐 哇真的是太殊胜了 她说我看到佛陀 我看到太子了 我觉得你就是跟我可以匹配 为什么 因为我的程度 我的智慧 我的记忆 还有我的福报 其实当一个人呢 真正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 你真的就会有这样子的自信 有没有 我配得上任何人啊 是不是 应该要这样子啊 所以不是等人来爱我 是谁能够值得我爱 是不是这样 所以能够说 我看到这个太子 只有你配得上我 哦还有人这样讲 你看这个人不是佛的话 其实很难 因为他就是真的了解到平等 在那个世代 在那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当中 他还觉得自己就是一个 可以跟太子平起平坐的人 是不是 又不然以身份 的确啊 他的妈妈说 我们是平民 我们是贱民啊 我们很卑贱啊 这个社会地位 让我们自己对自己有一些标签 所以呢这个地方他说 我就觉得我这个智慧福德 都跟你是相当的 而且我相信 你的愿力一定跟我的愿力一样 因为一个人呢 可以看这个气度嘛 三十二项都是因为怎样 要广度众生才会有这个三十二项 好然后呢他就形容他自己 然后形容他自己这么棒 然后呢他为什么会看上太子 他说因为太子你有三十二项 所以我们要把三十二项背熟一点 你才会找到真正对的人啊 有没有 那个鼻子要长怎样啊 那个佛 你不知道你就把佛像拿来对照一下 你就知道了 你看他下面就讲了 我观太子生辟弱真金相亦如大宝山 相好有光明 目光 是不是眼睛是宽广的 这个人的心胸是宽广的 就大眼睛有没有 然后 诶干青色 这个颜色是透明的 干青像海水一样湛蓝 月面这个脸是像月亮的 狮子夹的 这个就要鼓起来 就鼓起来那个狮子夹 这个是像好 犬骨嘛 犬骨 好 那他这样子讲 还有舌头 还有说话他的音声 那这个就是 他说太子你有这些像好 那我希望呢 你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好 那太子呢就问喔 他说你是谁 你有没有许配给人 你是 你有没有许配给人 你的父母亲 谁在照顾你 为谁守护嘛 你如果已经许配给人的话 我不可以 我不可以夺人所爱 你看这太子很有修养 这古时候皇帝看到喜欢的就抢了啊 是名女是不是 你就就是所有的人都要服侍他 但是这个太子很尊重 他说如果你已经属于某人了 你就不可以 好 辱身及清净功德相聚主 我今问于辱 辱于谁所住 辱谁为辱父母 辱今戏属谁 若已属于人比人色受辱 二百八十一页 他说如果你已经许配人的话 到那个人来照顾你 我就不会再对你有废分之想 好 接下来很严格了 他就问 你有没有持五戒 辱不到他物 辱不有害心 辱不受邪淫 辱依何与住 你的口业清净吗 是不是 你会不会说人家是非呀 会不会讲那个粗鲁的话 那不说他仁恶不坏他所亲 就亲不坏他所亲就是不会两舌啦 因为有时候我们看不顺眼人家很好 就挑拨离间 有没有 所以你不要跟他好你要跟我好 因为他都怎么样怎么样 这是说坏话 不亲他境界 就是不会去侵犯他人 不与他慧怒不生邪险见 不作相为业不宜产趋利 方便狂世间 哇你看用五戒来衡量这个人是不是他的两配 接下来有没有孝顺父母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有没有学佛 我们上礼拜有一个年轻人去上去参加法会 然后我说上上礼拜你为什么下午就不见人影了 他说报告师父因为我女朋友来 我说那你完蛋了 你为什么不叫你女朋友来参加法会 他说他还没有那个心理准备 我说那那你怎么办呢 你以后如果要跟他在一起的话 你不是就不能来到场了吗 他说我也没办法这样 真是没用的家伙 是不是你都度不动人家就被人家拉着走了 怎么办呢 他喜欢学佛耶 喜欢学佛结果呢 女朋友一来 哎呀他就追着女朋友跑 人家不想来学佛 那他只好跟着被拉走了 那这个怎么办呢 那这个女朋友就已经能够控制他了 那个以后当太太就更严重了 所以一定要先问清楚 他说尊重父母否尽善知识否 有没有会尊重有德之人 还有有没有慈悲心见诸贫穷人能生涉心否 会不会想要照顾这些人 若有善知识会事于如法能生坚固心 就尽尊重否 是不是爱要与佛否 这个很重要 免得呢这个修行 这个修行本来 这个结婚之前还可以修行 结婚之后就不能自由怎么办 了知菩萨否 所以他就问说三宝你懂不懂啊 然后呢你的这个修行 这个非常重要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个太子 他的心不太一样 他没有一定要走入世间的 这个家庭 他有他自己的怨心 所以当有人要来跟他成为伴侣的时候 他要问清楚 好 那282页的倒数第二行 女母为其太子儿说颜 这个妈妈呢看到我这个女儿竟然就是这样子给他冲过去的 哇糟糕 怎么办 来赶快来帮忙讲话 的确这个妈妈是这个是照顾他的嘛 因为太子也在问谁照顾你嘛 谁照顾你才可以调查身家啊 这个孩子怎么长大的他有没有孝顺父母 问妈妈最准是不是 好那太子如阴听 我今说此女出生即成长 我要告诉你这个孩子这一路怎么长大的 这孩子不是普通孩子 你看 好他说这个姻缘喔这很神奇 他跟太子呢是同一天 所以他说太子生的时候呢是莲花化生 很庄严 所以我就去看太子的那个莲花池 有没有 然后呢 那个莲花池里面哇 非常非常的殊胜喔 那个蓝笔尼远嘛那么美喔 然后呢 诶笔圆里面有一个浴池叫做莲花床 另外有一个池叫莲花床 我于池暗座 财女众围绕 这个莲花池里面突然出现了莲花 涌出 涌出的时候呢 诶怎么那么奇怪 那个莲花跟一般的莲花不一样 还有放光 结果放光里面呢 诶这莲花里面出现了一个玉女耶 所以这个女孩子是跟佛陀 这个太子是同一天出生 在另外一池有没有 另外一池的莲花 诶出生了喔 这个女孩子呢 她其实不是普通女孩子 这不是我生的 是莲花生的喔 好那接下来呢 她说这个 这个莲花女很庄严喔 身上呢也是很清净的 好二百八十五页喔 这身上放光 手上喔 身上有香味 嘴巴也有香味喔 好第二行喔 此女所住处常有天音乐 所以呢 这应该不是普通人 应该一个是一个菩萨啦 又不然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所以不应下列人而当如是偶 世间无有人堪于此为夫 所以真的 的确很多人来求情 真的都配不上 好 唯辱向盐生 愿垂见那寿 什么非常易飞短 飞出易飞 身高啦 长短 通通都刚刚好 这刚刚好 还有呢 她的这个文字算术 哎呀这个实在 这女孩子呢 知识非常的广博 然后呢 还会了解兵法 以后当你的夫人 可以帮你打仗 善了诸兵法 巧断重征送 能调难可调 愿垂见那寿 然后呢你看 这个女孩子呢 不只是男众会的这个工巧技术都会 女众会的这个女工她也都会 还有音乐歌舞都会 哇这实在是太完美了 有没有 好所以呢这个妈妈呢就来帮她说亲 二百八十七页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心很慈悲 好心很慈悲 喜欢修善法 然后若见于老病 贫穷在苦难 无就无所欲 藏身大慈敏 那还有来倒数第三行 见有功德人 要观无厌主 尊重善之事 要见离恶人 女人里面呢 这一个是最棒的 其实真的是很配 配得上太子 好那问题是呢 这个太子呢 听完了这件事情呢 他要怎样 好他要回去报告他的父母啊 所以呢 好那个太子呢 好这样进香牙园之 就进香牙园啊 要报告他的父母之前呢 他要先跟这个女孩子讲清楚哦 我已经听了你妈妈讲的 我也听了你所说的 你自己的状况 但是我要让你们知道一下 我的状况 好你如果不知道我的状况 你贸然嫁给我 以后这个好话要 坏话也要说在前面 对不对 我不是一般人 我的想法不是只是 单逆于一个家庭而已哦 我要普度一切藏身 所以他就讲哦 他就讲善女 我去求阿鸟多罗三鸟三菩提 所以进未来季 我都是要修菩萨行的 好我发愿我要修菩萨行 受了菩萨戒 我要生生世世行菩萨道 所以呢这是我的心愿 这是我的心愿 好那二百八十九页 菩萨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布施 你将来属于我的一部分 你也会被我布施出去 好你能够接受吗 是不是 活成妻子 妻皆布施嘛 那你现在成为我的妻子 但是有一天我会布施你哦 你要把自己布施出来 你可以吗 所以二百八十九页 他说第三行 当舍一切物尽未来进行谈波罗蜜 另一切众生普得满足 衣服饮食妻妾男女 头目手足如是一切 内外所有西医当舍师 无所令习 当于耳时 辱获于我而作障难 失财物时辱心令习 失男女时辱心痛脑 割肢体时辱心忧闷 舍辱出家辱心悔恨 你会吗 是不是 我将我将来要出家你 你怎么样 是抱头痛哭 你竟然搞我棒善 是不是 是不是 都不负责 是不是这样 那还是 那如果我要把我们的孩子 要布施出去的时候 你舍不舍得 我要把我自己布施出去的时候 你舍不舍得 我要把我们的所有的财产 捐出去的时候 你舍不舍得 是不是 我们有很多夫妻行菩萨道 就不同步有没有 每次来供养都说 师父不要让我先生知道 结果没多久他先生说 师父我这个供养 不要让我太太知道 我说这夫妻两个有问题 互相都不要让对方知道 他表示什么 师父我们没有感情不好啦 要尊重一下啦 尊重什么 就是没有共识 没有共识 所以呢 这个一开始呢 我们就要怎样 这个财务是共有的 所以我们要有共识 对不对 那要先讲清楚 我将来通通都是要怎样 给众生的 给三宝的 都要不失的喔 那你如果心里面有令习 那你不行 你现在还是先停止你的念头 我们不要继续走下去 然后免得到时候呢 又说了什么不好的话 心里面起烦恼 还毁谤三宝更糟糕 所以这个太子呢 就说这是我的目标 童女接受吗 童女说 这也是我的目标 是不是 你如果没有跟我讲 我还要先跟你讲 有没有 是292页 292页的中间 他就讲 无量解海中地狱火焚身 若能倦纳我甘心受此苦 无量受深处 碎身如微尘 若能倦纳我甘心受此苦 受什么苦啊 受什么苦 受当时你要离别嘛 你到时候离别 那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当我今天在这个 累生累劫的修行当中呢 我现在要归依于佛 其实就跟 就是就像现在 他现在要怎样 要嫁给这个太子 是一样的心情 所以其实他就是想要归依佛 但是他因为现在 在那个时代没有这个叫做归依佛 也没有这个女众出家这件事情 那他如果能够呢 能够嫁给这个太子 他就等于是什么 归依佛 因为佛陀已经归依佛了嘛 所以呢 若能倦纳我 与我为主者 你就是我的主了 所以我就可以归依佛 我可以行菩萨道 这依附于你 你就会带我行菩萨道 所以生生行失处 愿常以我失 所以你看这个童女啊 实在是太了不起的 她说我要修行 可是我不知道 我要去哪里舍身 所以我要找一个愿意布施我的人 来怎样 来把我布施出去 所以这个愿常以我失 把我拿出去当布施品 也很殊胜 所以为敏众生骨而发菩提心 既以赦众生亦当赦受我 所以呢 她说其实我早就想要这样子 其实我最想的就是 我嫁给你之后 你就可以把我给成就了 是不是 以前呢 那个薰老上在的 就是那个年轻的时候呢 因为她的父母亲怕她出家 所以很早就怎样 给她许配了两房媳妇 对不对 结果新婚日啊 她根本就没有在新婚 就在房间里面做什么 比如说先讲好喔 我是要修行的 你们两个也就跟着我修行 所以三个人就在房间打坐 你知道 就在里面静修犯恨 然后呢 结果这两个女孩子呢 就想说 哎呀我已经嫁给这个人了 这个人既然是修行人 这样也挺好的 所以呢就变成她的徒弟呢 三个人就在那边用功打坐 然后行乡跑乡这样 然后就过了半个月 过了一个月 然后就过了好几个月喔 哎父母亲呢 就是想要生孩子嘛 要有孙子 怎么都没有办个消息喔 这后来呢 一打听差点昏倒 原来根本就没有 没有真正结婚就是在那个 就是都在用功都在修行 但是呢这其实是很殊胜喔 迦瑟村泽跟那个他的夫人也是 就约好喔 我们现在是奉父母之命 必须要结婚 要有这样子的形式 可是其实我是想修行的 你也是想修行的太好了 那我们结为眷属 大家变成同参道友一起修行 好那结果呢 这个耶稣陀罗 这个世总女 她也是这样跟佛罗说 其实我早就是这样子的想法了 所以这个就刚刚好搭配起来 好那太子呢 他就听到这件事情就觉得 嗯他既然这么殊胜呢 也是很不错喔 好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293页的时候 来第六行 第五行 他说我曾经梦到佛陀耶 佛陀成佛了已经七天了 最重要的是这一段喔 就是他已经见到佛陀 佛陀呢加持我 所以我才有这样子的勇气 有这样子的肯定 因为佛陀等于是肯定我这个想法 所以他在梦中为我磨顶嘛 所以我才会来跟你谈这件事情 那谈了之后呢 诶这个非常殊胜喔 又不然我们一起去见佛 我们一起去见佛 得到佛陀的应可 得到佛陀的见证 那太子一听到 诶真的耶 因为口说无凭啊 你说的跟我说的 虽然现在是一致 说不定到时候 你只是一个方便善巧 就是先嫁了再说 到时候再翻脸是不是 所以这个太子一听到呢 这如来的名字 诶很殊胜喔 我也要去见佛 所以呢 诶这个启女与太子怎样 就是说啊 那我现在呢就开始要怎样 要见到要见佛 要见佛就两个就一起约好 要一起去见佛 好296页 太子与妙德女 就去法云光明道场 下车了之后呢 就见到佛陀 好297页 太子与妙德女 就供养了佛 供养了佛 佛陀呢 就为他们说法开示 好那妙德女啊 在那个时候298页 第四行喔 她听到了这个佛法了之后 就得到三妹 叫做南圣海藏三妹 好 与阿鸟多罗三秒三菩提 永不退转 好那这样子呢 已经约好了 对不对 已经见佛 先见佛 好所以回去呢 就报告她的父王 好报告她的父王 就跟她的父王说 好299页 她说报告父王 其实他们没有报告说 我们要结婚了 不是 她报告父王 我们去见佛了 佛陀刚成佛 结果最神奇的是什么 二百九十九页 这个父王呢 一听到这个佛陀成佛了 他也没有管那个太子跟旁边的那个侍种女怎样 你看在那个地方 这个佛王就马上冲冲冲冲去见佛啦 所以一听到佛陀 有佛陀了 赶快就把王位给 马上传位给太子说 再见 变我要去见佛了这样 怎么会有这个王呢 实在是太殊胜了 所以呢 他就去出家了 这个三百叶这个地方 有没有 辩舍王位受与太子 灌顶器已与万人聚 网易佛所 去的就不回来了 要不然他何必把这个王位传给太子 就是没有准备要回来的 他要出家了 然后呢 这个王出家了 太子就变王了 所以耳时如来 以不思议自在神力 就为这个王开示 三百零一页 三百零一页 说啊 这个太殊胜了 三百零一页 他就去见佛陀 佛陀为他开示 佛陀一开示呢 三百零二页 这个父王就想 我如果在家 我就不能够有正的如是妙法 所以呢 他就发心出家 结果佛陀说 很好 随意一字之时 为什么 因为他来的时候 就已经准备没有要回去了 有没有 王位都已经给太子了 所以他来这个地方 佛陀就知道他准备好了 就让他出家 所以财主王就出家了 出家了之后 很快呢 就正到了三妹 然后就红法 好 来三百零三页 三百零三页 在第四行 太子呢 就变王了嘛 就变王了 他就做什么呢 他就用正法注释 用正法来制释 他什么叫正法制释 所有的人民呢 通通怎样 学佛 通通修行 通通断恶修善 通通来供养佛 好 那你看这个是太棒了 因为他的发愿就是要怎样 要行菩萨道 当王就能够行菩萨道嘛 所以你看刚刚去供养完佛陀了之后 他回来就登基 登基了之后 他就可以用他自己的心愿 去治理这个国家 然后呢最重要的是 他的父王呢 还不是因为老了 不得不把王位让给他 还是因为他要跑去修行的 有没有 父王跑得比他快 好 那结果呢 他就行菩萨道 来度一切的众生 那这个是这个当时的一个记载 305页 徐伯女说 来 这个太子是谁 就是释迦摩尼佛 这个财主王是谁 宝花佛 宝花佛 然后呢 这个宝花佛啊 现在就是在东方红法 东方红法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个来 306页 最后一行 彼时女母善献 就是现在我的这个妈妈善慕 其王眷属经如来所众慧事也 现在都在修行 好来 307页 他说那我是谁呢 他这边有想 佛子 佛子 其妙德女与威 威德主转伦圣王 以四世供养圣日生如来者 我生事也 有没有 就是那个妙德女 就是我 好 这个徐伯女 其实就是那个妙德女 好 那 那既然是这样的 那徐伯女就是谁 就是那个耶稣陀罗 这耶稣陀罗呢 就是 啊 为什么我这一生又嫁给佛呢 原来我这生生世世呢 都一直是嫁给佛的 好 有没有 他就是这个 这当时呢 就是这样了 而且还自己去 去盲睡自荐 是不是 耶稣陀罗也是这样 好 其他国家的这个王子呢 都来提亲 太美了 又有才华 他就是呢 谁都看不上 但是他看到的那个佛陀 他那个佛陀有射箭嘛 他们不是都比赛吗 射箭 哇 一件的物穿过那个 射得最远 还可以这个 这个表现出最勇猛 他一看呢 耶稣陀罗就说 我要嫁给这个人 我什么人都不嫁 我要嫁给这个人 这耶稣陀罗呢 如果早知道呢 他当时嫁的这个人 是后来的佛 也不知道会不会嫁 是不是 应该要会嫁 因为他是有怨地的嘛 所以后来呢 耶稣陀罗呢 他就 成就了这个佛陀去出家 佛陀出家成佛之后 耶稣陀罗跟小孩 也都来出家 也都来出家 这个罗侯罗也出家了 所以呢 哎呀要当眷属来 真的是不简单 第一个才德要兼备 要能够齐等 门地呢 哎其实也不是很重要 但是心性是很相似的 然后呢也都要发一样的愿 然后生生世世呢 都是一个很好的眷属 很好的眷属 那这是这个瞿波女 也是 其实也是有大有来头的 他在这个法云地耶 法云地 好那我们下一次 再把这个后面这个法云地 还有等觉妙觉 后面还有好几个 这个非常殊胜的 因为我们的善财董子呢 要见到弥勒菩萨的 还要见到普贤菩萨